有了质量的东西 谁都可以染出好看的头发 大家好,我是Tobi 你们看一下 今天 有没有我很不一样 这两天 我自己给了剪个头发 让个头发了 10年前我在中国上学的时候 我在清华大学花了8块钱剪个头发 我就觉得已经很好看了 在德国剪个头发 男人剪个头发大概 20到30欧元 但是我觉得我剪的不比他们差 我是工程师好吗 说实在的 我已经好几年没去过理发店 都是自己剪的 我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自己剪个头发 染个头发 有了质量的东西 谁都可以染出好看的头发 首先你需要个垃圾袋 点子 腿子 点子 就很普通的就可以 这头发怎么讲 你想用什么样的发型 你把这个推到5毫米 你还要笑一个帮你推头的人 你还要笑一个帮你推头的人 现在大家都在家壳里 也不能出门 也不能去理发 你看我的头发 都好长了 容易吧 你们看 就这样 就好了 下一步吧 推完以后 把这个头 拆掉 就可以做个 fine tuning 好好修耳朵 完了就可以开始 剪头顶 这个真的是很难 你需要特别的技术 用手把头发升起来 123 手正常 然后用剪子 剪齐 脖子那边 你自己推的话 有点困难 有人帮你推的话 肯定更好 我觉得我的头发 需要一点颜色 所以我想给自己 染那个更筋的头发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tip 有这个 有机粘涂 用这个上色 上得非常好 我要试一下 比如这个洗完头 你一会儿这个颜色才能上上 手法还挺好 诶 诶 好爱 哎呀 感觉 很好 这个都是新科技的 带上这个 这样是吗 这不对吗 这样是吧 对就是跟帽子一样 这个干嘛 挡眼灵是吗 对啊 OK 看就这个把这个头发 一个一个的挑出 来操作一个 你说这个东西 到底好不好用 啊 啊 出多一点的 就你这头发就 就这这 荒野上的几根 零星小草一样 你这让我出多一点 我实在是 我真的是挑不出来了 你看行吗 这是否 上次我自己做这个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特别特别累 在德国这个叫 欲伯克尔白 在中国有没有这个说法 请你们使出 吃奶的劲 使劲咬 一定要 咬云 燃发剂 咬好了 就抹在头发上 燃完了以后 要上一点 保护头发的东西 我的新发型怎么样 下次你们可以叫 Toby 我帮你们剪